联名盟主席赛莎迪在洗黑钱公安司被判罪成 无奈卸下了党魁大任 那卫生部前部长凯里就直言 联名盟如果无法在近期做出破釜沉舟的改变 恐怕未来在政坛上将会逐渐被边缘化 尽管联名盟属理主席阿米拉 临危受命借过了领导重担 但是凯里同样不看好 欠缺领导光环的他 能够填补赛莎迪所留下的空缺 吉隆坡高庭前天裁决 联名盟主席赛莎迪担任土团党青年团长期间 被控的四项洗黑钱 刑事失信及挪用公款罪名全部成立 面对入狱七年及罚款一千万令吉和鞭吃的重罚 赛莎迪叫后宣布将卸下党主席一职 交给熟理主席阿米拉赞贷 他将在这段期间努力上诉还自己清白 这颗震撼弹让乌清团前团长凯里 以及乌统前宣传主任沙里尔 带赛莎迪感到难过 两人昨天在共同主持的播客节目 出取一下唱谈时 就认为联名盟作为政坛第三势力的前景 随着这名充满魅力的年轻领袖离开 逐渐变得暗淡 如果无法做出重大改革 恐怕最终将被边缘化 这段期间努力上的决策 这段期间努力上的决定 因为喜欢或不喜欢 这就是决定的决定 然后它将决定向盈主持人的决定 然后它将决定向盈主持人的决定 然后可能决定决定 成为基因的决定 交棒避免党领导出现真空 不过凯里却坦言 接棒的阿米拉 虽然拥有柔佛优景镇州议员的明显 可惜在领导魅力上 依然和人气鼎盛的赛沙迪 有一段距离 我非常喜欢阿米拉 我喜欢阿米拉当时她来到K.S 我看到有很大的能力 但阿米拉是一个新的 在政治上 她没有姿势像沙迪 即使沙迪更年轻 但她已经有自知 公共的知识 作为一个年轻人 所以她有一个大努力 不像我说阿米拉不可以 但她有大力 无论如何 凯里也解释 她并非看不起阿米拉的能力 但等在她眼前的挑战 肯定道足且长 沙利尔则相信 就算赛沙迪上述失败 必须入狱 国人肯定不会轻易忘记 她在政坛打下的坚实基础 和名声远扬 重回政坛的那扇大门 并没有关上 收睁路 拓华 参加 与